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那我们看到台北股市在礼拜一 因为整个台币出现一个回贬 加上美国股市上个礼拜 道琼工业指数是大跌278点 大家又开始担心台币贬值 是不是外资已经开始这个撤退了 那美国股市在这个地方大跌 台北股市会不会跟着转空呢 我知道很多人很害怕 不过我相信有很多聪明的投资人 这个时候反而会跟我一样 会很开心 因为什么 因为知道机会又来了 又可以趁着拉回在利空当中 我常常讲的人气我取 反市场操作的机会又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不是今天才讲 其实上个礼拜还记得 我在节目当中都提到 短线上指数在这里震荡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握这种 当行情开始出现一个拉回 最好给它跌 跌个100多点都没有关系 当别人不敢买的时候 反市场操作 你就记得 人气我取的机会又再度来临 那我上次这样跟大家讲 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来回想一下 跟大家提到 一个操盘高手 要懂的人气我取 反市场操作 上一次跟大家提到 是在 还记得今年1月6号 那一天 因为什么事情 因为也是台币在重扁 对不对 油价在重挫 欧美股市也是在大跌 台北股市那一天 1月6号跌了多少 跌了225点 比礼拜一 比礼拜一跌个82点 跌得重很多 很多投资朋友都很害怕 哇台北股市是要崩盘了 欧美股市是要出现金融风暴了 那我说了什么 我跟大家讲 第一个 技术面原本就应该 拉回先修正 这不是当天跌的才说 前一天就已经提示大家 元月行情会怎样 会先下后上 那先下跌下来了 一堆的利空出现 我说拉回有利空 反而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波段上涨之前 必有利空急跌 波段上涨之前 必有利空急跌 波段上涨之前 必有利空急跌 我每次都讲三遍 因为太重要了 反过来讲 利空急跌过后 就是波段准备上涨 那是不是告诉大家 现在利空下来 又是台币在走扁 又是欧美在大跌的时候 那未来这几天 不就是在波段上涨之前 跟大家讲 最好的布局机会吗 所以我刚才 一开始就跟大家说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如果前阵子没有把握到 好好的一个 尤其在过年前 那个低档卡位的机会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今天跌下来 这就是一个好机会 因为这就是一个 人气我取的好机会了 我相信你如果在股市当中 能够赚到钱的话 这个当下机会 你一定要把握 那再来回股 还记得当时 1月6号大跌225点 如果你不敢买 来各位投资朋友 我为什么说 你需要加入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因为你看到当时 我怎样在帮大家规划 不但规划说 那大盘这地方 要利用利空当中 来做一个集叠买进 当时我们帮大家 规划的重点股 已经帮大家锁定智慧汽车 例如6285的起机 去年底都还最后一天 提示过大家 就股价上来看的话 其实你要去注意到什么 注意到当时起机的部分 从技术面 这是成交量 这是大户进出的系统 如果你懂得看 会知道这个地方 已经有大户在进货的动作 如果你懂得看 你会知道当时的股价 已经在做什么 在漂亮的头肩底 已经开始成型 对不对 你就可以趁着 接下来的行情 利用美国股市 欧美股市在跌下来 1月份的时候 你来做布局 那时候股价在多少 在67块以下到65块半之间 你都有很多好的布局点 那结果1月份股价最低到多少 在65块3 你有没有发现到 最近的股价已经涨到哪里去 涨到76块1 那你这个地方去追 你会发现风险已经变大 利润已经变小 可是如果你能够 在趁着欧美股市下跌 台北股市拉回来 在整理的时候 逢低在做布局 这地方的风险反而是小的 而且利润是大的 对不对 好那再来看不止起机 包括说当时1月5号 我在我们操盘高手节目当中 也都提示过大家 特别注意这波我们锁定汽车 智慧汽车的指标股 那除了提示过大家 6285的起机 还包括在节目当中 提示你5352 生产倒车雷达的一个同志 这我都没有盖来盖去 当时都特别明白跟大家讲 因为当时我知道很多人 很害怕 需要这当中一盏明灯 来告诉你未来的方向 那当时我都告诉大家 特别注意智慧汽车 相关指标股同志的部分 那那时候股价在哪里 在118块 115块左右 好我们来看到最近的同志 又涨到哪里了 最近的同志 股价已经涨到上来 今天盘中差一点 还供到涨定板上去 大盘中错82点 盘中跌了95点的时候 同志的股价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也开始 创下一个波段新高 那再来看到 不只说最近智慧汽车的 企机同志 这都是我在1月初 台北股市 利用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 我告诉你的潜力股 还有包括当时我跟大家锁定 在智慧手表 Apple Watch概念股 还记得我们231的日月光 12月22号都在节目当中 提示过大家 已经有大户在进货 技术面转强讯号出现 要利用拉回时逢低布局 好那有没有拉回 1月8号 欧美股市重挫 台北股市跌下来 1月行情先下后上 跌下来的时候 好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点 像当时的日月光 股价在第一档出现什么 这是技术指标 我们操盘专用的一个百战指标 出现了转强讯号出来 那我们就在低档 趁着这个时候再做承接 那时候股价在37块左右 最近是不是就上来了 礼拜一还创下45.45元的新高 我们已经在低档 趁着欧美股市大跌过后的一个 这个机会 趁着行情在整理的时候 逢低买在低档了 好那再来看到 包括像3376的新日新 也都在当时 趁着行情再拉回再整理 指数在那时候 欧美股市大跌过后 利空急跌过后 帮大家来寻找一档一档好股票 寻找一个一个转强的机会 寻找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出手时机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整个新日新 从67块推荐大家 1月初那时候 欧美股市在大跌 拉回来继续来做买进 你有没有发现 在礼拜一 大盘指数回跌的时候 又再创下波段新高81块了 对不对 那重点 我不是要跟你讲说 你看看我们的股票有多厉害 哇这波 日月光赚多少 新日新赚多少 奇迹赚多少 同志赚多少 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只是要请你去想一想 那我们怎么样在赚钱的 绝对不是说 等到哪一天行情大涨喷出去了 才急急忙忙告诉货员 多投行情 多投行情来了 赶快抢股票赶快追 那样赚 做股票是赚不到大钱的 那样做股票 其实跟一般的散户 也几乎没有两样 可是偏偏电视上 有很多投股老师都这样 1月初欧美股市在大跌 告诉你放空放空再放空 等到最近涨到9500 涨到9600了 才开始反手做多 那这样的投股老师 有办法帮你吗 没办法 那真正能够去帮你赚到钱的 一个好的分析师 一个好的操盘团队 其实就是要能够像我们这样 利用欧美股市在回跌 利用别人不敢买股票的时候 做好反市场操作 人气我取的一个机会 能够去帮你掌握到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为什么当时1月初的时候 大盘指数跌到9043低点附近的时候 哎呀没有听宪荣老师的话 没有在当时跟着宪荣老师 在低档布局 否则的话 现在不管是起机也好 不管是这当中同志也好 不管是Apple Watch的日月光也好 不管是Apple Watch的新日星也好 每一档轻轻松松 都现在都在赚钱了 对不对 现在你是不是很后悔 好可惜又错过了 永远要记得一句话 人生没有后悔要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如果不想要事后留下后悔的话 你就要懂得在当下 做出正确的决策出来 你就要懂得把握当下 付出跟努力 事后才不会后悔 所以今天的耕耘 绝对能够带给明天的收获 今天的收获 其实我们在事先 就已经做好耕耘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也就是趁着现在欧美股市 又再跌下来 台北股市又利用利空的时候 好我们要帮你 帮你做什么 帮你做好太弱折强 寻找强势股 来做布局的机会 所以接下来操作重点 当然我还是叮咛大家 你要去做好太弱折强的工作 有些弱势股 不对了转弱了 我都会叮咛大家 你该换就要换 举个例子来看 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全世界都在瞩目的 世界移动通讯大展MWC 大家那时候都在讨论 宏达电讨论联发科 尤其联发科 那时候推出了 自称最强的平板处理器 MT8173 号称效能超过高通的 骁龙810 那4G晶片的部分 联发科也估计 今年的出货 将要挑战1.5亿套 拿下中国大陆手机厂 四成的市占率 哇联发科 这么大的利多 很多顾老师 就会告诉你 联发科还会再涨 对不对 那当时我怎么分析的 好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我是不是提示过 你联发科要注意 要小心了 小心什么 小心第一个 当指数已经过了月线的时候 他的股价还在月线以下 第二个要去注意 当消息利多不断的时候 这里下跌八天反弹 这个下跌是三天 反弹已经八天 连月线都站不上去 那我说过 上个礼拜的股价 必须要竞速过505高点 否则... 什么意思 提醒你要特别小心 那为什么要提醒你 上个礼拜必须要攻过去 否则接下来要小心 来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到 礼拜一指数跌82点 盘中跌了95点 在跌什么呢 礼拜一的联发科 你有没有看到 就开始往下来做下跌 跌了多少 大跌了10块半下来 而且是开低收最低 几乎收在最低点 而且不是礼拜一跌 你有没有发现到 整个联发科的股价 在指数 现在是这个拉回回测月线的时候 联发科这一波就刚刚好 就是碰到月线附近 就开始往下跌 跌下来甚至呢 好再多给他一条移动平均线 哪一条季线 你有没有发现 联发科居然连季线都跌破了 那大盘指数呢 大盘指数也不过拉回 回测一下月线而已 那这个部分代表什么意义 你要去想清楚 那简单的说 我还是跟大家强调 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当中 我们会去带大家避开 智慧手机跟平板 那锁定的重点在哪里 在智慧手表 在智慧汽车跟智慧城市 相关领域的部分 举个例子来看 这当中智慧手表 我们就不多谈 Apple Watch的日月光 今天又创下45.5元新高了 对不对 3376的新日新 今天又创下81块的新高了 那这地方我都不是在这里才推荐的 我们都是事先在股价的低档 有大户进货讯号出来 转强讯号 就已经推荐给大家 当然什么是大户进货 什么是转强讯号 在我部落格里面的云端教室 以及在云端书柜的部分 都有技术分析的一个云端教学 在教大家 让你能够去学会之后 看懂一档股价在低档 转强的讯号 你也能够去掌握像新日新也好 像日月光也好 像低档布局的机会 那再来智慧汽车的部分 这更是最近股价 炙手可热的重点 对不对 你会看到现在的一个股价 除了说Apple Watch的一个日月光 已经开始带头创新高上来 新日新也已经涨到81块 那智慧汽车的部分 龙头6285的起机 今天股价还创下76.1元的波段新高 好那再来呢 包括了还记得 还记得我们在开红盘之后 推荐大家 我发现到又有一档 云端加上车用电子的新黑马 主力产品 资料中心用的记忆体 开始除了说资料中心之外 切入到车用的储存方案 那强攻ADAS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商机 而且他是国内 少数在记忆体厂商当中 已经打入到 国际汽车大厂供应链的公司 那所以说 去年我们看好 资料中心用的记忆体 带给伊鼎的机会 股价70几块推荐给大家 后来大涨到100多块过 这时候呢 股价当时还没有大涨 开红盘90几块的价位 都有提示过大家 那时候是盖起来的 对不对 那也带着我们的会员朋友 在95块以下持续在做布局 好那2月26号开始发动攻势 最近指数大家都说 就从2月26号之后开始拉回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像伊鼎的股价 反而最近持续的 就往上攻上来了 甚至礼拜一 又创下109块的新高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大盘指数大家都说 最近在做整理 从见到9699高点之后 就再拉回整理了 可是那你来看一看我们的股票 日月光创新高 新日星创新高 对不对 起基创新高 乙鼎创新高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说我们这当中有多神 我们这股票通通都会大涨 而是因为关键 我能够去第一个 掌握到结构的变化 看准了谁是在接下来 正在转强这个族群 类股以及股票 以及也证明了 我们做股票的方法 是真的能够去帮助你在股市当中 战胜大盘成为赢家的 也就是我所说的 做好这个工作 寻找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锁定最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那这一波我们锁定智慧手表 智慧城市智慧汽车 对不对 里面一档一档的好公司 只要有大户在进货 如果转强讯号出来 我们就推荐给大家 那这样的操作你会发现 重点不在行情好坏 而在于你方法正确的时候 你的胜率 你赚钱的机会 就会非常的高 就能够去战胜大盘 像伊鼎一样 当大盘指数在整理 持续的往上创新高上去 而这种行情 也就是正式检验 一个专业的操盘团队 能够不能够去帮你赚钱的时刻了 我相信这个时刻 你会发现 除了基品操盘团队 真的没有什么人能够帮你做得到 那这也就是你需要我们的地方 当然甚至你想知道 怎么样去看懂 一档股票 有大户在低档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为什么我们会在当时 大盘指数在一月初 大跌下来的时候 去买日月光 去买新日新 去买企机 为什么 这地方我们前阵子 会推进大家5289的乙顶 技术分析当中 看到了什么美感 那如果说投资帮 想要深入了解 在我们部落格里面 都会有云端技术分析的教学 也欢迎大家好好多加利用 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跟大家谈一谈 那现在日月光 新日新奇迹 乙顶都创新高 再来还有什么样的投资亮点 值得大家来做锁定 来做留意 休息一下 马上更重要的内容 马上再回来 多项检测 还有银法族 专属检测项目喔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運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 关心您 2752-5868 陈通投顾高老师 集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陈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 股市中的常胜君 陈通投顾 值得托付 2752-5868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带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 要煮沸 食物 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 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以上 要遇到 策略 白日 市场 通过 市场 稳定 越北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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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很容易都被大户给出货 那你要懂得就是要反市场 趁着拉回来急跌 有利空的时候 别人不敢买 人弃我取 好好把握机会 礼拜一欧美股市大跌之下 台北股市重挫82点 我认为机会已经开始出现 第二个你要去总得 掌握到最有爆发力的产业之下 最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趁着股价在拉回 而且有大户在进货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 好好的把握这样的个股来做卡位 那这一波我们锁定的重点 已经很明确的跟大家讲 智慧手表日月光新日清 已经都大涨上来 再来下一个重点在哪里 就在智慧汽车这一块 那智慧汽车这一块 接下来几个重心 第一个TPMS胎压政策剂 在美国2007年就已经立法 将它列入到标准配备之后 推动了TPMS的市场大幅度成长 而TPMS特别注意 平均收入命大概7年左右 换句话说 2007年市场开始大幅度成长之后 过了7年 从去年开始 2014年到今年 陆陆续续将会明显的出现 汰换需求 而且除了美国之外 中国也准备在2018年 要将TPMS列入到 汽车的标准配备当中 成为什么TPMS 下一个新市场的指标 下一个新兴的市场 大幅度成长的重点 所以你会看到 里面有许多指标股 就最近一个一个开始冒出头来 那这我们在新春演讲会当中 有来我部落格看 听我们新春线上演讲会的都知道 最近像这个同志的部分 这也是生产汽车TPMS的大厂 股价是不是就开始冲上来了 那再来呢 包括像V2V车间通讯系统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都是我们提到 在整个美国继TPMS之后 很有可能会将V2V车间通讯系统 也有人称为所谓的倒车雷达 纳入到强制立法 新车需要配备的一个系统当中 那这个部分 当然也可能会成为下一个TPMS的一个 这个重点 那里面指标股6285的起击 之前股价还在头肩底 拉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提醒会员朋友过 低档布局的机会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那最近股价大家也都看到 持续的在涨 包括像礼拜一都还继续创架多少 76块1的一个新高 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还在持续锁定 这个如果之前有听我们操作建议 低档买进的会员朋友 现在都还是继续的报好 有押回可以买 我们都会再帮大家规划新的买点 那最新推荐大家的是在这当中 生产除了说云端用的记忆体之外 车用的储存方案的 这个车用电子Cinema 过年后推荐大家5289的仪顶 为什么我们推荐仪顶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它生产的记忆体 不是用在电脑这些标准型的记忆体 而是专攻在高规格 所谓工业规格用的一个这个记忆体 包括伺服器最怕当机 仪顶它打入到这一块市场 变成它的生产利基 包括了汽车电子更需要 这个当中更耐用的一个所谓的记忆体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仪顶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它是目前国内少数通过的欧洲 美国能够达到防电磁波 这个检验标准的一个厂商 那一旦能够通过它很难过 可是过了之后呢 订单就会非常的稳固 这也是这个产业的特色 在车用电子这一块 避免杀价竞争 他们要的是所谓的高品质 高规格高纳用性的产品 那毛利率通常都会很高 那这个部分呢 也都看到仪顶的部分 之前田中推荐给大家之后 最近股价已经开始大涨上来 去年70几块推荐给大家涨到109块 最近80几块也持续在推荐给大家 95块以下持续在推荐给大家之后呢 开始发动攻势 对不对 那包括在礼拜一 又创下109块 平了波段新高 也就是很有可能随时 都要开始再创历史新高价 再度出现了 那当然重点你不要去想说 这当中想要今天买什么 明天就能够涨停板 这都是不切实际的 重点是你要去思考 我们怎样在帮投资朋友在赚钱 为什么我们的股票 能够像这个当中日月光也好 新日新也好 起机也好 或者是这当中乙顶也好 在大盘最近明明就很难做 指数没事就开高走低 大盘指数明明就是一个 整理的格局当中 我们的股票却能够一档 又一档的创新高 关键就在这里做股票 你要思考的就是 我们做股票那个背后的方法 永远要记得要为成功来找方法 而不要为失败来找借口 那我们做股票的方法 也就是坚持 会帮大家寻找 锁定在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锁定里面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我们不要去乱枪打鸟 看到太阳能涨就想要去沾一下太阳能 生计股涨就去沾一下生计股 那都不行 真正要做的就是这样子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底下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检视哪一档股票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那在接下来 当然我们都已经在帮大家 锁定最新的黑马股 像这样的一个公司 去年税前就赚了3块6 抢供到车用市场当中之后 客户包括欧洲中国跟日本的汽车大厂 今年新产品都要开始大量出货 业绩即将大幅度走高之下 从量能来看 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这样的个股 我们就会准备来做卡位 像这样的股票 去年税前就赚了3块7 默默耕耘车用市场 已经有5到6年时间 TPMS这当中也开始贡献 今年的业绩 开始收割之后 业绩才明显成长 那最近融资在大减之下 又有股价不跌的讯号 谁在买 为何而买 好好思考 像这样的个股 如果说投资朋友 想要把握机会的话 我们都欢迎大家 加入基品操盘团队的行列 让我们来带着你 布局下一支日月光 下一支日星 下一支新日星 下一支起机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欢迎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α交流 自负投资方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